今天的單場最後價值留言 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啦 今天的比賽可以說是非常精彩 單場萌打賞 讓我們掌聲歡迎 江崔玉 OK,掌聲鼓勵恭喜江崔玉 好,首先我們請雲二來代表 來頒發MVP給我們的江崔玉 他們女孩往中間稍微集中一下 看向正前方的鏡頭 兩位團寵同時在我們的MVP的講台 好,這邊先謝謝我們的雲二 我們旁邊稍等一下 接下來我們邀請兩位的新婚球員朋友 首先邀請到第一位要來頒發的是 由燒肉搜酒提供的和牛兌換券 總共有三張要來給江崔玉 好,一起看一下我們正前方的鏡頭 好,先謝謝第一位 謝謝 再來要邀請到第二位要頒發的是 由阿薩妃提供的啤酒 有一箱 來,恭喜兩位幸運的會員球迷朋友 好,OK,好,謝謝 來,謝謝 好,接下來我們把時間交給我們 要來訪問我們今天的單場MVP江崔玉 那首先其實大家最近常常聊到一個狀況 是因為阿崔可能在寂寞 尤其是在大概上個禮拜 其實在桃園比賽之前 感覺整個身體的狀況 包含手臂可能都有一點點小小的狀況 那在經過了上一場比賽 在拋完彩帶之後呢 今天呢更是打下了好成績 那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在幾場比賽的過程當中呢 自己呢是用什麼樣的心境來轉換 那讓其實在這兩場比賽 都有一個還不錯的表現 是不是也趁這個機會 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首先還是先謝謝各位球迷 因為雖然身體比較疲累的狀態 但是看到球迷這麼熱情幫我們加油 我整個又有活力了 謝謝你們 球迷的加油其實對選手也很重要 那其實也稍微跟我們談一下 那中間可能多多少少有一點點 在這個撞牆期的時候呢 那中間的教練呢 或者是其他的隊友 或者學長有沒有給你一些什麼樣的提示 讓你在面對這樣子的過程當中呢 可以慢慢的去克服這樣子的困境 然後慢慢的破解而出這樣子 一樣謝謝教練 然後學長學弟就是大家 因為大家都很團結在一起 想要拿下我們最後的目標 所以我們每個人都不能放棄 所以謝謝大家 謝謝 好那另外呢想要特別問喔 因為我們在上一場比賽在我們朝園嘛 那場比賽呢拋下了黃彩帶 那雖然那天呢是在課場 但是呢應該在現場 自己不管是在手背跟打擊上 都應該有感受到那天的情況 那是不是也分享一下 當那天呢拋下黃彩帶的那一刻 自己的內心有沒有什麼樣的感受 可以 剛好也趁這個機會回到主場跟大家聊一下 那天就 很像我們自己的主場啊 謝謝各位球迷 是當然也希望大家因為我們接下來M1年度 但是還沒有達成之前 我相信呢每一步都應該要戒慎恐懼 都要非常非常的仔細的踏實的走好每一步 那這邊因為明天這個颱風要來了 那我們最後是不是也跟大家稍微呼籲一下這樣子 這位球迷辛苦了 等一下 回家的時候小心 車要慢慢開 路要看 那樹也要看 好 那我們再一次的掌聲鼓勵 謝謝我們的小可愛姜坤宇 謝謝 謝謝阿坤 1 2 3 姜坤宇我愛你 1 2 3 姜坤宇我愛你 好 謝謝 好 謝謝 特別的提醒大家喔 各位 颱風來了 希望大家注意安全 一樣 我們還有目標 還沒達成 還要持續靠大家 跟著我們一起的來努力 那也希望大家呢 持續的加油 接下來 我們把時間來交給我們的林可 哈囉大家好 我是君白 記得訂閱我們中信兄弟官方 Twitch頻道 以及帕坎兄弟你來說